知道了吗 我的确是允诺你一个承诺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我可以成全你 不过叶青秋 你相信男人的承诺吗 尤其是关乎一辈子的承诺 那些自诩彼此真爱立下的海誓山盟 有几个心无旁骛的观彻到底了 更何况 我不见得爱你 你也不见得会一直喜欢我 别把话说得太满 给你自己留个后路 嗯 你说得没错 也许我对你 真的只是一段机性的兴趣 那就这样吧 做我的男朋友 等我什么时候觉得够了 再说 别觉得委屈 你虽然是在实行你的承诺 但我对这一段感情 从开始也是绝对是真诚的 别一副我比你就犯的样子 除了什么时候分手的决定权在我之外 你无论从哪方面讲 都不会是委屈的那一方 不是吗 好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成人礼物 走 我带你去吃东西 那小子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 我的宝贝孙女都不喜欢 她还能喜欢谁呀 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给青秋难看 爸 孩子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我们总不能插手太多 强求不见得会有好结果 坦诚一些也好 总比欺骗也好 更何况 庭身也不见得就如她说的那样 当真对青秋没一点感情 我就怕 有其父必有其女 到时候青秋再像你一样 为了那么一个人恨不得六亲不认 走火注魔了 总比爆汗终生好上千万倍 叶青秋跟厨房里要了几个菜 全部都是依着力挺身的口味来的 力挺身其实也并未吃多少东西 叶青秋坐在她对面 那双眼睛全程都没有离开过她 你是打算用最快的时间把我看腻了 好尽快脱身吗 两年多我都没有看腻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两年多都没有看腻 难道不是你的问题 嗯 也对 大概是因为我太喜欢你吧 走了 不吃了吗 别忘了 你今天是主角 两人穿过抄手游廊 直接从侧门进了客厅